二皇子殿下 该说的我都说了 还请殿下网开一面 让我夫人入土为安吧 你的要求我允了 只要你配合大夫研制解药 等疫病消失之后 我许你们夫妻和睦 谢殿下开恩 他也知道这是最好的结局了 已经满足了 事不宜迟 带他去祭祀堂 让大夫们尽早研制出解药 黄兴良点头 立马就让人 把李源歪带下去了 那我也回监视堂了 尽早研制出解药 也能多救一些人 好 你去吧 有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来找我 嗯 苏小璐转身出去 他一走 周志就跌坐在椅子上 他身后的金武 连忙扶住他 金武 回府吧 周志声音都有些颤音 他的忍耐力 快要到极限了 金武连忙背起周志回府去 快请乌先生过来 乌先生急急赶过来 二话不说 剪开浸血的纱布 给周志清洗伤口 期间 周志痛醒来 他颤抖地拿过床边的药瓶 拔去塞子 就把药丸倒入口中 现在知道疼了 早干嘛去了 乌先生皱着眉嘀咕抱怨 周志勾起苍白的唇 笑了笑 先生不懂 我有什么不懂的 不就是男男女女 那一点事情 真不知道有什么懂不懂的 周志说我不懂 难道殿下为了这一点事情 冒着劫取肢体的奉献 就值得吗 乌先生是真的有些生气了 周志不听话 旧伤发了 辛苦的是他呀 绞尽脑汁处理他的伤口 费尽心机想让他的伤口 快点愈合 是他呀 在乌先生看来 周志这样的做法 完全就是不值得 但周志却是笑了笑 值得 就算是要为此 再截去半截残破的肢体 也值得 听着周志这样肯定的语气 乌先生已经无话可说了 把周志双腿包扎好后 一言不发地就起身退下了 房间里安安静静地 药销上来 周志也迷迷糊糊地睡了 苏小璐回了祭祀堂 立马就放了李源外一些血 用来研制疫病的解药 他拿了血就走 事不宜迟 必须要尽快研制出解药 苏小璐走后 孙老给李源外包扎伤口 他对众在身边的弟子们说道 都下去吧 这次疫病 要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 那个丫头 真的行吗 她要是不行 可就没有人行了 你要知道 咱们大夫和大夫之间 医术还能比较比较 但和鸣鼓神医 那就是人和神的区别 她要是研制不出解药来 那这世上就没有人能做到了 师父 你对那丫头也太看重了吧 那可不 这段时间好好和丫头学学 神医指甲盖露一点点 对你们来说都是终身受益了 可别摸不下脸面呢 在医术上面她是医生 更何况还是个丫头啊 比那老头脾气可好多了 哈哈哈哈